台湾南排近四强 资料照 特派记者记者陈志曲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台湾南排复赛首战击败沙乌蒂阿拉伯 20年来首度重返亚运四强 明天30日将与南韩争金牌战门票 尽管在预赛时曾拿下胜利 南韩总教练金浩哲认为 台湾是相当难对付的球队 这场势必是场硬仗 台湾与南韩在预赛阶段就交手过 当时台湾苦战五局落败 两方将在四项战再度碰头 金浩哲接受韩联社访问时表示 台湾队的打法相当多变 而且攻击手的技巧很好 我想这应该又是一场比分很接近的比赛 请继续往下阅读 我们得确保法球的稳定性 还得防止他们有发动快攻的机会 金浩哲认为 虽然台湾队表现很不错 但南韩球员也一直在进步 因此对于这场四强战仍相当有信心 台湾南排队是第三度紧似 过去曾拿过两次铜牌 上一次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 台湾南排今年有机会改写佳绩 中文字幕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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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 中文字幕继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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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